减肥最怕遇到便秘 有的朋友已经三天没有大号了 早餐呢你就像我这样吃 生菜切成小段 芹菜用开水烫一下 也切成小段 放入榨栽杯里 再放芹菜 一袋甜菜根粉 5克的橘粉 一袋酸奶 倒入适量的清水 盖上盖 两片全麦的吐司 放一勺花生酱 牛打黑胡椒海盐 今天早餐的蛋白质呢 是一片鸡胸肉的午餐肉 朋友们我们的剪子早餐就好了 主食呢是全麦的面包 午餐肉是蛋白质的补充 这碗清汁既包含了蛋白质 还有膳丝纤维 同时加了橘粉和甜菜根粉 强强联合 让我们的便便更加的通畅 好几天不上大号的朋友 一定要这样尝试一下 肯定会帮助到你的 我们午餐见 朋友们好 我是减肥博主天心妈 昨天我的直播间里 来了一位粉丝朋友 她已经三天没有大号了 一般日常通便的食物 都放在早餐吃 效果是最好的 生菜 芹菜 甜菜根粉 菊粉 强强联合 效果非常好 跟我减肥打卡的粉丝朋友们 纷纷请假 有出去旅游的 有回家看父母的 还有会朋友的 大家都过一个快乐的五一节 今天是节前 最后一天给大家分享减止餐 送给那些一直在坚持 减肥打卡的朋友们 五一节这几天 我会分享一些清断食食谱 送给大餐之后需要清断食的朋友们 你们要收藏哦 我会把上次七天减肥打卡的食谱 发送在群里 有很多朋友还在坚守 看我们今天午餐和晚餐吃什么 吃的可好了 保你满意 开始做午餐了100克的黑全麦粉 少许的盐 少量多次的添加水 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 盖上面 醒一会儿 醒五分钟之后呢 我们再给它揉一揉 这样面团更加的光滑 今天中午我们吃三鲜馅的水饺 跟我们平常过日子 拌馅是一样的 只握室少放点油 就可以了 少放点虾皮 在飘雨的街头 雨水迷失了我的游车 明知爱意 覆水难受 我却很 朋友们我们的减脂午餐呢 就好了 美味的水饺 既有主食 还有蛋白质 还有维生素 100克卤的桌心 凉拌黄瓜 美味的煎子午餐 我们晚安见 朋友们 晚餐西红柿 一片青苔面包 明天见 朋友们 小便宽